各位观众,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订阅公联业华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新一集《公联业华》 香港与内地在日前1月8日 开始首阶的免检疫通关 不少香港人终于可以与 复别了三年的内地亲友团聚 所以今集《公联业华》就请来 公联会理事长兼立法会议员王国 以及公联会助理秘书长内地咨询服务中心 总主任陈秀音 一起谈谈通关安排和建议 秀音,我知道你在1月8日 那天去了内地其中一个关口 去做一些服务 服务一些通关的市民 可不可以说一下当天的情况吗 我作为一个旅客的角色 一句话就很顺畅的 我走一出关 应该说一下车 那我们就很简单 第一个去查我们的核酸报告 预约那个短讯 和身份证核对OK 那我就自助过关 接着到内地那个海关的关口 其实都是查一查那个核酸 接着就马上都是自助过关 就过回乡症 那整个过程我想是十多分钟而已 福田是非常之顺畅 事后听回新闻报道 好像深圳湾要用一个多钟 可能是我搞对了 那当然当时我们都决定在福田口岸做个咨询集 都考虑到福田预约名额是最多的 也都估计应该是最多 港人会利用这个关去过去 那可能我们都会接触多些市民 看看他们的情况 是啊 没错 这个亲身经历 真是最能够感受到市民 其实是通关的一个便利的措施 还有那个时间 嗯 那我知道呢 就当时跟内地的同事呢 也都是有做一些贵位去做一些服务 这样的 那当时呢 其实香港的市民呢 其实普遍来说呢 都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这样的 是 很多市民就由于复别三年 好像刚才说 一出关 其实肯定就好像香港那样 好像我们坐完地铁一样 最好你有很清晰的指引 在哪里坐的士啊 巴士啊 但是呢 我想这个都不知道是不是时间 今次比较赶 那我们都发现在福田口岸呢 除了的士站呢 或者它原先呢 都有两条的地铁线 就是4号和10号线之外呢 似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通配套 那譬如大家都知道 就是港人不是全部住深圳的嘛 是的 大家都会呢 就是经这个口岸 去到不同的城市 发现呢 就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 我们说的接驳的一些 专车去到其他的城市 譬如你要去江门啊 要去佛山啊 都不知道去哪里坐的啊 那我们当时呢 发现可能最直接 只能够指引他呢 坐地铁去深圳北 再在高铁去考虑如何去转 那似乎这个交通接驳呢 都是目前来说 都挺大的问题来的 加上大家都知道过去呢 如果在罗湖口岸呢 都多这些专线的车 是 但是目前罗湖又未开了 那所以似乎 不少的市民都出到来 都挺迷茫的这方面都 那除了交通呢 我想还有一批市民 一个呢 就会查询 去哪里开回内地的电话卡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内地生活 哪怕你一个短期的走动都好 你没有手机挂呢 就什么都做不到的 是 那变成了呢 他们就会想知道 去哪里开回内地号码的 即是内地卡 那这样 那这个就是 即是开手机的电话的问题 另外就会查询 在哪里 就是银行 譬如某某家银行 哪里位置最近会有啊 那他们都会查询 那他们肯定将来尽快呢 就我们都说了 过去都不少的市民 就因为回乡症过了期 来更新 那银行户口被冻结 那所以他们都会趁着那次上去呢 就都很想快点去银行呢 就更新一些资料 那起码一些钱的往返呢 就可以用得到啦 那这样 那当然还有一个 就往返都多人问的 那我们因为在口岸 也都会有一些市民 已经是准备回香港 就是我们说南下 那最投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核酸检测 是没错 在哪里做的问题啦 那香港我们投行的就是 价钱太贵的问题 嗯 在内地回来就是 不知道在哪里做核酸的问题 是 那变了呢 都是这几方面的问题 会比较多些 嗯 是啊 我自己都看到相关的讯息 究竟可以在哪里去找 一些做核酸的一个地方呢 那可能都会有一个忧虑的情况 是啊 那李雪香尼啊 其实对于现在的通关安排上面 有哪些东西呢 其实可以再改进的一些地方 就是刚才所说的 今次整个通关安排 比我们的预期都顺畅很多 嗯 原本我们想起那个名额 还有中间有没有一些市民 对比老人家 不是很懂得去预约登记 那么各方面去收集 一个就是那个名额 基本是充足的 应付到需要 另一方面呢 今次的预约呢 都算是方便的 嗯 虽然有些长者 我们可以办住处来 去接约帮预约 但是呢 没有之前消费券 其他的情况 那这个呢 都是一个 总结了经验之后呢 改善 下一步要做的话呢 我都觉得如果 一个星期之后 政府都说了 一个星期之后 会有一个全面检讨 是的 那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名额 都有正余的话呢 是不是进一步放宽 就没有说六万了 就是放宽到呢 有需要 就可以回去 因为 为什么呢 我觉得 因为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至少要做核酸 其实都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我想回去 随时都回去 至少要提早做核酸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 是不是全面没有配额的通关 所以再好一点呢 其实就要取消了核酸检测 更加去便利 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现在说的快测 就可以解决到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要解决要处理的呢 就是跨境核酸 政府都说了 过去年之后跨境核酸 就不占下那个名额 但是 如果每天都做核酸呢 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都提过 可不可以用快测 再来核酸 这个希望有个安排 另一个呢 我们都和政府 去反映 如果万一 你知道 很多时候 你可能在新闻做 陰性的嘛 来到香港阳性 那怎样呢 难道人家 可能父母 家都在上面 那我听过很多 医生人 医生人 医生都说 其实现在这个病毒 減轻之后呢 如果 在香港才发现阳性的话 可不可以有一种充足的补画面 都可以回去 在家里去休息呢 就是比如说 一定带着N95 可能一些特别的点对点 安回家 那类似这些问题呢 都可以解决 将来就是跨境核酸里面 因为我都知道了 长期没什么上去 课 你靠那个视像的时候 其实影响到那个学习 我希望 在这方面呢 能够开个方便之门 嗯 是啊 你需要提到呢 未来第二阶段 开通关的情况 一些建议 那这些措施呢 其实都可以便利到 包括是跨境学童 或者是可能住 罗湖那边的一些市民 或者是在那边 可能有一些亲友呢 都透过那边的通关 都可以便利到 香港的国家 是啊 这个部署 还有很多高铁 虽然可能高铁呢 里面就开通了 但是在广东省 我希望能够尽快 在过年前 因为内地高铁很方便 是啊 希望能够在广东省以外 因为高铁在内地的春运 里面是一个 重要的角色 没错 乘搭飞机 那方面有很多 我希望呢 高铁 会否在过年之前 可以开通到 广东省以外的省份 可以便利我们香港人 回向下过年 没错 是的 那秀音啊 都知道呢 其实内地中心 在过去的时间 都做了很多的服务 内地的港人 那么 其实未来都会 推出些什么服务呢 是服务市民的 如果就着现在这一轮大家都在说通关呢 是 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一定要搜索第一手的一些资讯 刚才都提 无论在通关最新的一些资讯 包括说明额会不会进一步放宽 甚至刚才说的核酸 是否可以改为化策呢 但是好像刚才我也提 其实这一轮由于三年未回去 都多人会查证不同的交通工具 那个开放的状况 那变成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 肯定希望呢 就将各类型 就是最新的资讯呢 尽快透过我们的不同的平台 无论是内地中心的 那个微信的公众号 我们公联自身的 就是香港这边 我们有Facebook啊 我们的网站啊 微信号等等 就是将最新的资讯 发放给港人 那也都希望呢 就是让它多掌握这些资讯的 那好像刚才提到 现在内地核酸呢 它都是有的 又不是说没有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 它怎样查 那我想这个呢 就是我们几个中心也都要尽量 发挥好这个角色啦 例如对那些长者 因为始终他们 不是很懂得用手机 就是不懂得用手机去搜尋 究竟附近哪里有 那我们这个就尽量都是要协助啦 帮他们啦 那就是因应他们的住区 就是要转嫁也好 或者说引领他们去附近的一些 就是可以做到核酸的 因为这个都是在上面生活的 就是特别是长者的这一批的对象呢 又急于要回来香港的话 都挺无助的 那我们都继续发挥好这些角色啦 那你说如果我们今年的一些工作计划 那当然啦 通关对于我们经常说的 大湾区的一个干扰也好 很多新的政策 其实呢过去三年都 内地是推进得很快 不过我们又参与得少了 就因为未通关的关系 那我们都期望和相信 就是现在逐步开了之后呢 都会进一步来到去加强两地 特别在青年的交往方面 或者我们讲讲配合 包括特区政府未来会推出的 就是青年的就业计划也好啦 推动青年上去 就是创业也都有啦 实达也都有 那我们都希望呢 在内地呢做好 就是各行的一个支援的工作啦 那也都配合着机构 对于大湾区那个整体的服务的 发展的需要的 嗯 没错 是啊 你想可不可以讲 就是都补充一下呢 其实工现在就全面通关了 其实都逐步已经开放一些名额 那其实工联会的一些工作重点呢 譬如通关之后 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呢 我觉得起码有几样东西 就是通关就是短期 长远来说 我们都说过我们要配合大湾区干扰的落实 在过程里面 我们说香港融合大湾区的过程里面呢 怎样令到我们的市民都会感受到一个好处 是 那这个就是刚才阿世伯都说到的 我想我们发挥工会 最求什么都在就业方面 怎样在大湾区的青年就业计划里面呢 能参与多些 帮助多些我们香港年轻人里面呢 能够在大湾区找到的机会 其另一方面 现在我们都说从几个方面 另一个就是医疗 因为医疗是基本来的 就是我们都希望 便利我们港人在大湾区的医疗的服务 我们都在纳会都通过了 那种跨境医疗的合作问题 就是说如果香港排得多久的 可不可以去到深圳港丹院去做手术看病呢 或者我们在内地港人 可不可以就近三个医疗去看病呢 就不用周居勞动回来香港 这个我们要继续有一个推动 其实另外一方面 比如金阳方面 在议会我们都在推动着的 就是过一段时间 疫情之间可能不回去 没有用到户口呢 有户口是凍结了的 所以我们推动解冻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 还没有互联互通这种东西 因为我收到不少的求助 香港人上去做定期 虽然它在香港有分行 比如中资银行 但是它都不可以在网上办理 又要回到内地办理 特别类似这些问题 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处理 另一个就是 譬如交通里面 譬如有个政府和我说 港车北上 但是北上的时候 现在在议会里面 也会有一个问题 你那个假期上车的时候 但是香港呢 可能利用另外买保险 你有验车 第一个计算 我假期里面 用一两天上车的时候 我说要香港有买保险 用几千元保险 又特意拿车去验 是否更简便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 会不会是互相承认 香港每年都验车的嘛 被验了之后 我们就不用再去验 另外一个就是保险 如果我们计算一下 另外买费用几千元 我们说保险互通 就是买一个大湾区的保险 你在香港又可以用到 在内地又可以用到 而类似这些问题 在社会民生里面 我们说的 如何打通这些问题 大的政策是有的了 有鼓励的 但是这些细节方面 在我们未来里面 还要去加强去做的 另外 我们以前是争取的 可能就会落实的问题 比如买医保、社保等 大政策 如何将政策落地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未来的重点 没错 希望在第二阶段通关之后 跟着政府继续 一路都逐步放宽整体的措施 最重要就是 便利到两地市民的往来 这样就可以 路通就可以才通了 好了 我们今集公联业话 又来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